新云大师原集 今天开放调研第四天 前往佛光山倒计的人潮 依旧络绎绎绎不绝 政商名人齐聚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新北市长侯友宜 日耳光集团董事长张前生 台尼董事长张安平 联合报系执行董事 向国宁都亲自到场 向新云大师上详致意 马英九表示 新云大师是很有慈悲心 人情味、正义感与大魄力的宗教家 他留下一代大宗教家的风范 让人永远怀念 新云大师 用他的智慧 慈爹 串起包容关华 让我们台湾有爱 更让社会祥和安定 和最重要的力量 谢谢新云大师 给我们满满的花喜 他带着慈悲 留下永远 给我们一个典范的学习 他是我们最尊敬的 长一辈的人 然后事实上也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领袖 他的人心 他的爱心 佛心 帮助我们繁城的大千世界 我每一个人的生命 他其实用他的最简单的方法 开启我每一个人 心中的一些善念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慈悸功德会执行长 颜柏文也代表正言上人 前来调宴新云大师 上人对于新云大师的远急 表示非常的不舍 上人特别主护 我跟我们副指引长 特别前来表示 实际对于新云大师的尊崇 跟悼念之意 那我们也是非常感恩 过去新云大师也都跟实际 有一些指导跟姻缘 让我们一起 可以在佛教界一起来 为佛教为众生来努力 人间福报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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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